国人近年重视健康 到健身房运动俨然成为时尚风潮 日前有位23岁的上班族 在上完室内飞轮客船后 感到疼痛酸麻 隔天起床发现大腿肿胀 走起路来有些吃力 整段初才发现原来是恒文肌溶解症 而医师也提醒民众 运动前因热身避免过度运动 上健身房运动为时下流行的活动之一 但过度运动恐怕会带来不良影响 就有位23岁的上班族 参加了健身房的室内飞轮客程 齐了足足50分钟后 隔天起床发现大腿酸麻 走起路来吃力 尿液颜色也变身 结果被医师诊断出是恒文肌溶解症 那像这一位病例呢 是因为他之前都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热身运动 之前也大概有阵子没有运动 突然间这50分钟很激烈的运动 可能水分的补充也不够 或许温度的调节也不是很够 那造成我们整个营养啊 氧气送不到我们的肌肉 也造成整个肌肉的破坏溶解 所以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一般有时候在医院里面有感染 或者是吃药 也会造成这所谓的恒文肌溶解症 医师表示恒文肌溶解症会造成肌肉疼痛肿胀 严重时还会导致急性肾衰竭 甚至需要牺牲治疗 那如果恒文肌溶解的时候呢 那他因为整个四出是所谓的肌球蛋白 所以说他在我们的尿里面会看出来又比较黑 所以说有人看起来比较深棕色 有人会误以为是血尿 那其实就是他的血里面的那个肌肉里面的东西 已经融到我们的尿里面 那这个物质呢会造成我们整个像我们肾脏血管会收缩 甚至阻塞我们肾小管 所以造成急性肾衰竭 在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洗肾 任何运动都应该要适度 医师也建议民众运动应从再要缓和的动作开始 那这个恒文肌溶解症呢 重点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第一个千万不要过度 那视线的热肾非常重要 那还要补充水分 那运动应该采用渐进式的 如果你有一阵子已经没有运动了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来个50分钟的剧烈运动 维持梦寐以求的苗条身材 为许多人的健身目标 但若是过度 恐怕会造成不良影响 提醒爱运动的民众因量力而为 记者苏黄杰 戴华三重采访报道